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本书的作者叫做摩根豪瑟 但我们也有就是导读过他的上一本书叫做致富心态 上一本书其实我也很喜欢他把关于金融理财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基础 其实讲得很简单而且很好读 而且很多时候如果你真的在投资界很久的话 你反而会觉得那本书非常的经典 经典对对对 那我们今天呢要介绍他的新书叫做一如既往 一如既往意思就是一直没有变的事情 那凯宇啊我记得你在读这本书的时候 你觉得你非常喜欢他诉求的点 因为他在诉求的是不变 对就是我们不管在阅读跟学习 我们常常会追求最新的趋势 就像我们在录这段书评的当下 那个OpenAI又推出了一个最新的应用 叫Sora就是他透过一段文字的描述 会自动生成60秒的非常精致的影片 然后好像就是这个连马斯克都说 这个是人类的末日之类的 对那我们都会一直想要去追求最新的 因为我们可能会有一些FOMO 我们会害怕自己落后 我们会害怕自己赶不上 然后我们就会不断不断去学习 随新的知识认识新的人 但也因为不断学习新的知识 认识新的人 我们就忘记一些很本质的 比如说人性 不管演化 不管时代怎么改变 演化让我们所凝练出来的人性 其实有很大的共同性 不管趋势怎么变 如果你看长期的经济发展 它的周期 人家说人都是不同的 但历史总是会重演 对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 它着重在这个所谓不变的地方 我觉得会是在 所谓 不管你把它当商管书还好 你把它当投资理财书也好 我觉得它是一股清流 对 特别是我们导读的时候是三月 三月是春天 我觉得每年的春天都会有一种 哇新的一年又有什么事情要发生的 然后大家就会开始预言 就比如说2024最强预言 然后我们就会想要知道 我觉得反而是 我们来看看 在年初的时候看一本不变的书 然后到明年的时候 你再把它翻出来 想一想 它讲的是不是真的耶 对 我自己在读这本书 我通常都会为一本书 写下一段简单的注解 那特别是如果要录书品的话 这个注解就是 它到底是写给谁看的 我这样子描述 你听听看看 你是不是这样的人 就是 如果你觉得自己在生命里面 一直在追逐 但始终追逐的过程当中 心里有不安 然后觉得哪里怪怪的 似乎不得不去追 但是停下脚步又会觉得很恐慌 可是呢 去追的过程当中 又有一种很迷惘的感觉 那我觉得你可以先读这本书 因为这本书呢 它的前言很妙 因为它本身 前一本是致富心态嘛 而且台湾对于这本书的行销跟包装 它的副书名叫做 不变的人性法则与致富心态 然后加上它又跟前一本的致富心态 在台湾就做很多的联合行销 但我个人觉得你如果把它当成是投资理财的指导书 我觉得是有点可惜 这本我觉得不是 对 我觉得它比较是人生态度的一个指引 那当然既然这样子 它刚开头 它也引用巴菲特的一个奇闻意识 那我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巴菲特在有一次跟一个朋友在聊天的时候 他就问那个朋友说 你知道1962年卖的最好的糖果棒是什么吗 他的朋友说不知道 然后他就回答说是势力架 然后他就再问他的朋友说 那你知道在今天卖的最好的糖果棒是什么吗 他的朋友仍然说不知道 然后他说 sneakers 仍然是势力架 这也就意味着 其实有时候 不管他们谈话那个时间是什么时候 一定是1962年之后 对不对 那你看 如果你本身掌握了这个不变的原则 从1962年 不管那时候是1990几年还是20几年 其实有很多产业在里面兴摔 有很多产业在里面起起伏伏 但如果就投资的角度 你稳稳的买势力架的股票 他一定是赚的啊 那我知道为什么他一直这样抱着可口可热 对 所以他这个开头就是说 历史充满没有人能够预料得到的惊奇 但也充满许多永恒的智慧 就有时候我们一直在求新求变的过程当中 如果我们漏死掉那个很根本的 很本质那个不变的东西 我们常常有时候会为了忙而忙 为了变而变 然后呢会花很多的力气 就像那个Amazon的创办人贝佐斯 他也曾经说过 他说每一年都有人问他 未来十年有什么事情会改变 就是未来十年的趋势发展等等 每天都有人问他这件事情 但他就说几乎没有人问我 未来十年有什么不会改变的 那他要告诉大家的是 第二个问题 也就是那些不会改变的 其实是比第一个问题来的更重要 当你能够把握什么是不变的 那所有的变化 是不是都可以找得到他的理路 要不然我们常会处在一种 很恐慌很慌张 一下ChatGP出来了 是不是工作又消失了 你会发现每一个时代 都有很多工作在消失 但我们却忽略了 每一个时代都有很多机会在发生 每一个时代都有大企业在倒下 都有巨人在倒下 但是每一个时代也有小虾米 也有个体崛起 或者是新产业崛起 那我们活在我们自己的时代 如果你只去看 因为变化造成的负面冲击 没有看到那个变化背后的规律 那你是不是就等于埋着头 我常常说 你要低头努力 但你要抬头看路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一本书 它我个人读得真的非常喜欢 因为它几乎每一个章节 每一个故事都深得我心 我都觉得 所以你就说 这是你写的书 对就是我就是这么活的 然后有人终于把它写出来的 这样子 是好 那我们谈到 就是一本谈不变的书 那作者想要跟我们介绍 第一个永远不会变的事情是什么 永远不会变的 就是不管时代怎么改变 世界怎么运行 风险永远存在 这本书刚开始开头的 我记得是前两章 还是前三章 全部都在谈风险这件事 而且一开头 它就用它自己 小时候的故事 真实的故事做出场 那故事其实有点惊悚 因为你知道 小朋友皮嘛 闽南语就是比较 也小嘛 对不对 就是越是那个地方 这个设立一个牌子 叫做禁止进入 它越是想去 所以它小时候因为喜欢滑雪 它跟它的几个好兄弟 也是在那个滑雪场里面 也是看到一个牌子立在那里 然后他们就几乎不想思索 你越是要立在那里就去 那你知道滑雪场 它特别会立那个标志 表示那边有雪崩的风险 然后它第一次去滑 而且还真的遇到一个小型的雪崩 还好没怎样 就过一回 他们几个兄弟要在滑 然后呢 他们又要去那个所谓的禁区 这时候他因为感受过第一次 就是我自己是没滑过雪 但我听过一些滑过雪的朋友 就你真的在那种雪地上 假设地上的雪是松动的 那是非常恐怖的 就你会有一种是 你没有办法做任何事 然后你被冲着走那种感觉 结果呢 他因为有这样的体感 第二次他就坚决不去 就后面他另外两个兄弟去 果然发生意外 而且就这么带走了 所以他就意识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如果我们在面对人生的任何变化 做任何决策 我们没有把风险是会发生的 风险是会存在的 这件事情发现前提 那我们对他常常就是过有不及 要么就是过分保守 要么就是过分躁进 就像他小时候 他因为有这样的经验 他就知道 永远不要让自己 有被一波带走 有出局的风险 这也想到了巴菲特的名言 就是投资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 叫做不要赔钱 然后第二条跟第一条一样 但这边我常常会觉得 就是大家认为不要赔钱 好像就是设定在 每一次的决定跟交易 都不能赔钱 其实不是 巴菲特他所谓的 不要赔钱的意思是说 你永远不要让自己 曝露在会被出局的风险 会被曝露在会破产的风险 因为有可能你被一波带走 包含你看生命 是不是一波带走 他就回不了头 而且很多人他可能 花了很多时间的努力 好不容易累积了第一桶金 当然因为投资的决策错误 或者是就像有一些人 在事业发展的过程当中 好不容易赚到一点钱 然后心就野了 就开始跟别人乱来了 然后呢 他因为公关危机 就被一波带走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一本 他刚开始好像大家期待 要读到什么 这个绝对致富赚钱的金科玉律 但是呢 他开头就先告诉你 风险 这是不变的 因为古往今来 有没有人类 都会有这件 叫做不可预期的事情 他说风险就是 你没有预料的事 那看起来好像 我们对这件事情 又来了 我们当知道风险存在 往往又处于一种过有不及 所谓过有不及就是说 我们看待风险的时候 要么就是觉得 自己未谱先知 我凡事 有没有 孙子兵法叫做赢在妙算嘛 就是一本账 我都要非常清楚 什么都先预料的到 对 他说我们当然要去预料 我们当然要对于 比如说像未来 你说电动车是不是去世 你说AI是不是去世 这是确定的 但是呢 他说这种确定 不是让我们去预设立场 我们常会把预设立场 跟评估未来的可能性 混为谈 预设立场就是什么 比如说我看到 这个一个电动车的股票 他一定会涨 他一定会在什么时候 涨到什么价位 就是太早去预料 他一定要起 这就是预设立场 他一定要在那个时候 对 所以待会后面我会讲到 那这中间 其实有模糊性我知道 但是当你知道 那个方向就这样 而且你有一个 很好的组合的逻辑 去平一调你的风险 而且呢 让你一直在跟着市场 那当然长期来看 可能是十年的角度来看 你投资在这一块领域的东西 一定有回收 好如果投资你不懂的话 很简单 你永远不知道 哪一本书 或者是哪一本书的知识 会对你人生产生决定性的帮助 但是你及早养成阅读习惯 是不是如果放到五年十年的维度 是不是一定是为你生命带来 但是你很大的好处 持续有读的话 找到一本对你有帮助的书 绝对会比你三天两鱼 三天捕鱼 两天晒晚 来的有机会 三天两鱼 也可以啦 看第四天 有没有小鱼发生这样子 所以他就说 其实我们看待风险 有两件事情 是很棒 很重要的 他第一个 他就引用加州 因为加州那个地方地震很多 是不是有个电影有演过 加州大地震 其实很多电影都有演这个 然后呢 他就说 对 所谓的预设立场就是 什么时候一定会发生地震 谁知道啊 对没有你知道 但是我是不是 既然那边叫做高发 高发地带 那我是不是要先为这件事情 做好准备 包含我的建筑设计各方面 我没有办法阻止地震的发生 我也没办法预料地震会在何时发生 但它发生了 我是不是让自己在最大程度上 是 是 这个损害是可以控制的 这是第一个 就像我们的人生嘛 就像 就像我们人生 你知道你一定会变老 这个是 不变的 你知道你会变老 那你在过程当中 好的饮食 好的生活作息 然后固定做健康检查 这个是不是就像是 我们所谓的 在不预设立场的状况底下 去做最好的准备 是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他也要去提 他告诉我们 我们要去体认到 如果我们只认为 我们只为那可预见的风险做准备 那么凡是你没看见的风险 你都毫无准备 这句话读完之后 很多人就说 听君一席话 如提一席话 这不是废话吗 好 那他后面有一个很具体的东西 他说一个人理财来说 储蓄的金额 就是你储蓄的那些钱 你要感觉上 有一点太多的时候 才是适当的水准 你知道吗 我一直觉得 这一个作者啊 他其实很 我把后面一句讲完 就你应该要感觉 自己过度储蓄 这笔金额要让 要高到让你觉得 有一点皱眉头 这样子 意思就是 别人可能听到说 会不会太多 对 然后债务的部分呢 反而要比你能够 容许的金额 还要少一点点 我其实觉得这个作者啊 他很有趣 就是通常人家都希望 一开始的章节 就是要吸引人进来 讲一些讨喜大家开心的话 但他每一次一开始进来 就是会先让你 心脏漏跳两拍 其实有一点就是 太现实的感觉 就是他先谈风险 他先跟你讲 你最好 就是没有幻想的 你多存一点钱 然后少花一点 这样子 对 所以 像这个部分呢 我觉得 虽然你可能都听过这个概念 但我很鼓励 你可以看这本书 因为我觉得它里面呢 它的每一个篇章 它有二十几个小篇章 而这二十几个小篇章 里面都是故事 对 然后你如果把它当理财书 我可以告诉你 这本书 我大概印象中 记得它只有两个图表吧 而且还不是 你需要什么 深厚知识的图表 它就整本几乎 不怎么直接谈钱 但是它完全就让你 怎么去学会 过好一个 人生 你想要的人生 我觉得这是蛮棒的 所以刚刚我们谈了风险 那当然进一步 我也想要跟大家带来 就是这本书的第五个章节 就是叫做疯狂的数字 那这个章节里面在谈的就是 那我们都知道风险很重要 但为什么我们很难正确的认识风险 其实这跟我们内在 心理上的一个很底层的需求 是有关的 我们都很想要精确 但是呢 我们都不想要精确 比如说 当我告诉你 这个产品会不会买 我都想要得到的答案是 会卖或不会卖 但事实上 当它还没有被卖出去之前 你根本不知道它会卖 我们只能讲可能性 跟发生率 它卖好的可能性有多少 就像我们一定有那种经验是 这个一定会怎样 或一定不会怎样 结果到最后就一定不是那样 也一定是那样 精确的意思就是那种发生率 因为没有人可以说 百分之百怎样嘛 所以精确的意思就是 可能发生的比例是多少 或不发生的比例是多少 像科学跟医学最常的是精确 他们在说一个病 会不会被治好的时候 其实他们给出非常精确的数字 对对对 可能发生率有百分之多少 但其实我们是听不懂的 对 因为我们要的是确定 就是会还是不会 到底会不会发生 好会不会好 大概吃这个药有没有效果 对对 所以我们没有要精确 我们要的是确定 但这也麻烦哦 你看当你要的是确定的时候 当别人跟你说确定OK的时候 这是不是就很容易 你已经觉得他确定OK了 就像我常说的 当你觉得已经有了答案 就不会再去思考 于是你就会把风险意识放到一边 放到最低了 放到一边 反正你就觉得确定 铁铁的妥妥的就是这样子 就像我们说 不管在投资 还是在人生 好 比如说现在很多 不管是富豪 还是稍微有一点家底的人 在面对要结婚的时候 是不是都要签婚前协议 你知道婚前协议这件事情 本质上是一个 很讨人厌的东西 就是哪有人在 我要跟你结婚的时候 就先预设好 如果我们离婚怎么办 但事实上来说的话呢 它另外一个角度也是 你知道吗 当你真的有风险概念的时候 还真是必须这样子 对 它很违反人厌 它很讨人厌 但是你要知道不变的 在人性当中不变的 就是人与人之间会分分合合 这件事情不变 对 但是在一起多久 这件事情反而是 不法预测的 对 所以它就会变成就是说 它就会变成就是说 如果你抱着一种 譬如说叫做 叫做确定 我就跟他一辈子 那就没有风险意识 那就没有风险意识 所以但你听到这篇一定会觉得 哪里不舒服 哪里怪 对没错 这就是为什么多数人 他没有办法很实际的 就像这本书 他说献给理智的乐观主义者 你看结婚这件事情 是不是应该要乐观主义 但事实上 我如何去安排我的 从我去跨过婚姻的这个承诺 是不是要很理性 对 要很理智 其实创业啊 任何都是这样啊 所以婚姻里的各件事情都是要理性的啦 但是谈恋爱这件事情本身是很感性的 人家说 爱是不讲道理的 但爱也不能勉强 但我们常常是怎么样 在爱里面一直讲道理 然后又要勉强对方跟勉强自己 所以就会有很多的状态 所以这本书 他用这种方法告诉我们 为什么很难懂风险这件事 比如说他就讲 在那个有部电影里面 我就直接描述状况 就是有一个情报人员 情报的分析员 他在跟他的长官报告说 宾拉登会出现在这里的几率是六到八成 然后他的长官就说 会还是不会 因为我待会要跟总统报告 总统会问我会还是不会 你看这里面就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叫做 其实谁知道接下来会或不会 对不对 你知道吗 你多少时候 就像你的好朋友 我换田的兄弟 我相信他一定没问题 我可以把命卖给他 多少时候我们被骗 就是被这样的人骗 我不是说友情不可信 而是说 当我越是这样的时候 我是不是越是要帮自己 留一个后路 我觉得这点是蛮重要 那还有就是说 你看刚刚讲的 就是我们对风险的一种看法 而另外一个部分 我觉得书中提到也很有趣 因为很多人一听到这边 就开始变得悲观主义 那这本书是要献给理智的乐观主义者吧 我觉得他这本书就是 左边打一拳右边再打回来的概念 他的小故事呢 就会互相让你一直思考又思考 但我觉得他蛮有东方哲学的 因为我们所谓的阴阳 中庸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凡事过有不及 你要在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 他只是用一个西方人的思维 讲西方人的话 但其实是在传递同样的东西 就好像是另外一个角度 你看有一些人一定是光谱的另外一端 就觉得这世界太可怕了 因为现在的环境 是不是你常常会在各种媒体上面 得到讯息叫做百年难得一遇的灾难 百年难得一遇的各种状态 每次到了八九月会有台风的时候 每一次都说什么百年啊 什么洪水还是什么十年来最大 我心想为什么每个台风都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然后他进来最后觉得 其实还好 其实台风是单一事件 但这边讲的 你看听听看我原话念给你听 他说百年一遇的事件 不是指每一百年才发生一次 而是指在任何一年发生的可能性 大概是1% 就在那一百年之内发生的事情 几率是1% 这个数字看起来很低 但是百年一遇的事件 如果多达数百种 你看我们在整个地球的范围里面 加上现在的媒体传播 其实真的会发生 百年才发生一次的事情 真的有数百种以上 这是一个很合理很自然的 就是每一件事情在那一年 发生率都1% 可是这一年有一百多种 所以这一百多种里面 有一件事情 其实还不止一百多种 对 上千种 反正总有一件事情会发生 没错 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 哇 对 所以这些是独立事件 但是我们浓缩到某一年 发生这些所谓的百年难得一遇的事情 的几率 其实是非常高的 对 所以它就是让我们去保持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相对中庸的思维 相对中庸的思维 就是我们要知道 哪些事情是不变的 我们要专注在这件事情上 比如说人性的恐惧贪婪 比如说风险 比如说周期 这些都是不变的 就像我们人类在很多时刻都觉得世界要毁灭了 但是往往我们就觉得世界要毁灭 比如说重大的灾难 重大的天灾 重大的这个公共卫生事件 如果事后来看那些都是很好的投资机会 对不对 好 但是反过来说真的我们置身其中 当下一个可能很重大的灾难又出现的时候 这时候难道你要很兴奋的show hand吗 你也不能这样 你不知道你进去的是机会 还是进去的是雪崩现场 是是 对不对 所以他一直用这种方式 寻寻善诱让我们知道 哦原来真实生活是什么 他要我们不要太预测未来还没发生的事 然后用一种好像非得一定会发生笃定的心情 我觉得他整本书都一直 不同的篇章 其实一直都在讲的意思 就是你需要对当下保持一个乐观但又谨慎的态度 对 然后呢 我觉得他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视角 叫做我们能不能在最大程度上还原真实 对 人是感性的嘛 我们有时候要么会觉得很危险 要么有时候也会觉得怎么样 自己很糟 什么叫自己很糟 他里面讲到 他说他在大学的时候 当一个旅馆的爬车小弟 然后呢 他一个月平均要停一万多辆车 他们所有的同事啦 一个月 OK好 对对对 好 然后他每个月 然后他每个月 大概都有几率会撞坏一辆车 毫无例外 就像时钟一样准 然后他们的管理层 当然没办法容忍这种事啊 所以呢 他们每隔几周就会被骂一顿 说出心大意 对对对 可是我们回到几率好不好 停一万多次的车 只出一次事故 这其实是非常低的记录 一个人如果每天开两次车 他累积停车的 他累积到一万次要花14年 是 我们看到一个驾驶 他开车停 在14年的时间 才因为停车 修一次挡泥板 这保险公司应该一定承保他的吧 一定给他最优惠的费率吧 就是他就在讲说数字的感觉 因为他们所有人 所有同事一起趴车 然后一个月一万次 对 听起来是很多的 可是因为他发生的时间很密集 对 所以我们在看待自己的时候 你看我们常常对于风险 常常是过而不及 比如说假设我们自己做内容 我们日更耶 我们日更 我们一年做这么多内容出去 然后又有这么多听众听我们的东西 如果我们今天突然有一两个人 来骂我们的东西 来骂我们 我们就玻璃心碎一地 你觉得我们是不是搞错了什么东西 是 如果乘上那个点月率 对 我透过这个例子就是说 如果你在那些事情上 你真的很努力的耕耘 你真的很认真 而且你的产出的次数质量 各方面真的有到一个很高的水准 真的不要太在乎几次 或者是一些个别事件 对你造成的一些负面的影响跟冲击 是 这就是我发现有很多人 他为什么 你看哦 这本书叫《一如既往》 你反过来想 如果你在一件有价值的事情上 你一如既往的 努力的可能十年二十年 你会不会有成就 但麻烦就在于 多数人累积不到十年二十年 在中途的时候就怎样 就放弃了 那为什么放弃 很简单 可能跟这件事情有关 你忘了 可能对别人来说 他只是路过 然后乱喷一件事 但你却因为他乱喷的东西 而且就几率来说 对不对 你是个水电 你是个水电师傅 你每天要走多少暗场 你突然有一个地方 稍微有点失误 这是 应该可以接受的吧 人不是机器没有百分之百 这个叫误差值吗 不是都会有三%到几% 买那个什么东西 他可以说 尺寸有个两%上下 对 阿sobe的空间 对 所以讲到这边 其实这本书 我觉得说到底 他就是告诉我们 不要忽略风险 然后慢慢来比较快 难怪你那么喜欢他 所以他后面 比如在第九章 他的标记就叫 太多太急太快 这就是为什么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 过上一个好人生的主要原因 就是这三个 我们要的太多 我们在时间感上太急 我们很多事情 没有等到适当的时期去做 我们太快了 那你看 他里面就讲一个例子 是关于生物学的 我们都知道跳蚤 对不对 跳蚤 他可以跳大概两英尺 大概61公分的高度 那你知道 以跳蚤的身高 跟他跳的 那个比例是很惊人的 而人类的运动员 大概就可以跳到 大概四英尺 大概就是 120公分 应该不止 两英尺啊 四英尺 两英尺 61公分 四英尺就120 我刚刚脑子想的是 那个奥运的跳高 对 那个是极端 那个是极端 对 但如果跳蚤 长得跟人类一样高 他也没办法跳 数千英尺高 因为规模不会等比例放大 所以在这一点呢 我觉得他用生物学的角度 让我们知道 其实我们常常会觉得 哦 如果我现在这样子努力 我可以一个月赚多少钱 那我加倍努力 就可以怎样 但其实他往往不是这样换算的 嗯 他不是这样换算的 因为我们做任何事情 他都有适度 适当的一个 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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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就是 比如说我们很多时候就觉得 哎 长颈鹿多长 然后他脖子可以 我记得他里面好像也有讲就是 同样的东西 换算一下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就像 就像 就像比如说 在我们看电影 那个 哥吉拉 对对对对 如果你按比例放大 那种生物是不会存在的 对对对对 因为那个 重力跟压力 就已经把他的骨骼 全部都压碎了 我想到一个 就是很多时候 那个日本漫画 不是都很喜欢把女生 画的那个腰很细 然后胸部很大 然后就 就有人类学家说 那不符合 如果女生真的长这样的话 她会 她的腰会折断 对 所以 其实像 我们常常有时候是这样 为什么他这边讲 太多 太快 太急太快 我觉得他主要是写给 你稍微有点成功经验 我们比如说 你 你投资 稍微赚了钱 你就会开始想说 那我是不是把杠杆放大 我是不是把部位加大 OK 但事实上你忽略了一件事 你杠杆放大 你部位加大 就好像跳蚤 他把它放大到 人类这样的一个 体重的时候 这时候有重力的问题 有空气阻力的问题 有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问题 他并不是说 我今天我投资 我花一百万 我赚了十万 所以呢 我放一千万 我就可以赚一百万 他不是这样的比例放大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 他一直在告诉我们 其实凡事适可而止 他这边有讲 从长期来看 股票能够带来利益 但如果你要更快的获得报酬 你就会遭受惩罚性的损害 我觉得这一点 只要有任何认真做生意 或者做投资的经验 一定知道这句话在讲什么 因为往往我们因为贪 我们因为贪多贪快 往往会造成很多很多的后遗症 他说市场有个最适合的投资期间 可能是十年左右 或更长的时间 其实如果你真的放到 时间维度放长来说的话 其实你的获利的几率 你要能够得到成长 财富上的成长 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 但往往为什么多数人 他没有办法真正赚到钱 或者过上一个自己想要的人生 太快太多太急 他这边还讲一个很有趣的 就是一个轮胎大王 就是叫做哈维菲尔斯通 他就说 他在1962年的时候 他就写一段话 他说一次拿下全部的生意 并不划算 第一你拿不下来 所以很多钱是浪费的 第二如果你拿下来了 工厂也吃不下来啊 对不对 第三即使你拿下来了 没有你也没办法一直拿在手上 一间业务拓展太快的一个企业 就像一个钱来的太快的男孩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成长到底意味的是什么 我觉得很多公司把成长 当成是他的战略目标 他们不是 成长只是在某个适当的机会 就像人的发育 人体的发育 成长只是在青少年期那一段时间 为了他的身心转换的一个阶段性的生长斗争 他不会一直成长 他如果一直成长的话 他是病耶 就脑下垂体的病变嘛 你讲的是身体的成长 对 但其实在很多事情上也是这样 就像我们主观 我们可能内在世界的观念的成长 他也不是每天都是快速的 当你太快的想要 比如说你现在还有很多的愤怒焦虑恐惧 你一下子想要让自己到佛头的高度 那我觉得你不会变神 你会先变神经病嘛 所以我们常常觉得成长是个邪律这样向上 但其实真正的成长是上去 然后平原嘛 对不对 没错 然后再上去 然后才平原 没错 所以其实他后面有引用一个作家说的话 他说创造力最大的阻碍是没有耐心 还有对加速进程 追求表现一举成名 那股近乎无法挡的渴望 就是说我们要一直保持着成长 一如既往 人活着是要成长 但是他又同时告诉我们 太多太急太快 这个我觉得如果真的引用一些我们东方的智慧 我觉得就非常说得通 方向是确定的 但我不乏可以随着时间阶段状态去做必要的调整 对 那最后就是我们刚才讲不要那么急 对不对 可是那 如果这本书他给我们一点点小小的建议的话 那作者有没有说什么 是我们可以试着靠近一点点的 我觉得他里面有一个东西 就是说他提到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就叫做我们现代人 尤其我猜啦 会听这段书评 会喜欢我们内容呢 多数都有一个成长的渴望 但有时候成长追求到一个极限 就是我们似乎 比如说你原本一个小时能完成的事情的分量 假设是十件事 有时候我们就会莫名其妙的想要把它变十二件 十三件越来越多 但是他说他在这本书里面的这个第十四章里面 他就会想到完美之下必有损伤 他特别提醒我们 你要常常去觉察自己一直要追求完美的那个意念 比如说他说 我们现代人的工作是不是都是脑力工作者 他有部分 对不对 但事实上你真的检视一下你的everyday life 你的工作有多少时间放在思考 你这样很毒欸 你这是说人家在工作 他里面写的嘛 就是他说 人能够在工作之外的时间 这个人能够在工作之外的时间 但他们能够可以自由思考沉淀的时候 完成一些重要的工作 难就难在我们可能每年休假一次 但没有体认到思考时间是所有工作的关键 所以传统的工时没有办法妥善满足这些 这些要求跟条件 我们都在一直在应付事情 我们没有办法真的停下来 甚至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停下来就在偷来 所以事实上我觉得他里面有一个建议 我觉得蛮好的 他就说保有荣誉 甚至于在投资里面 有很多很多很好的这个 很多其实是有效的投资方法 为什么放到个人身上去操作 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绩效 因为我们他要求精确了 好还要更好 于是呢在那个状况底下 他反而会造成适得其反的一个效果 他没有办法 他等于容不下犯错的空间 就像是演化里面 那种在食物链 或者是在食物链 最高阶的你没有发现在每个时代 首先 首先灭绝的物种都是在食物链最顶端的 因为他是目标最明显的 而且他当他某一个优势发展到极致 他的劣势也会非常的明显 其实蛮多时候巨头 科技巨头啊 或者是每一个时代的那个巨头 不都也是 就是最会容易 当时代有变化的时候 真的最容易倒下 就是那个太大的公司 对因为他可能大到无法改变 他可能 他可能一直 甚至于你看有很多 一连串的错误决策 你不觉得就是为了追求 太多太急太快 就是对一个 对他可能他没办法对他的董事会交代 对 他必须要缓一缓 对 他甚至于不被容许停下来想一想 是是是 好 那最后呢 开宇就是这本书 真的每一张都非常的精彩 我自己也读了嘛 那最后你觉得 如果用一句话总结整本书的话 你会怎么 他最后就有说到 多读历史少看预测 就少一点预设立场 其实很多历史的痕迹跟脚步都告诉我们 不管是人这个世界他怎么发展 他怎么演变 很多的答案其实都在过去都发生过 只是呢我们不去看 我们不去听 或者我们一直总觉得 这次不一样 其实你有做投资你就知道 每个时代每个机会 都有一堆人讲这次不一样 可是时间维度拉长 每一个当下的这次不一样 再过一段时间回头看 都一样啊 所以我常会觉得 人性 如果回到我们的真实生命里 人性跟风险 它是不变的 如果你今天能够随时保持的风险意识 而且你顺着人性 去做很多的决定 那么所谓的富足人生 不管你要把它放在投资 你要把它放在你生命的丰富 就像我常常说的 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事 而每件事背后都有很多人 对 那你说事情的本身 它可能就是一种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它是有风险的 它也有机会的 而人的本身 人它有什么样的欲望 它有什么样的趋向 人在乎的是什么 我觉得把这个东西提炼出来 就像这本书的书名叫做 一如既往 掌握那些不变的 反而你在看待变化 你比较看得出理路 而不会慌张 是是是 好 谢谢凯宇今天为我们导读 导读一如既往 这一本书 我自己也很喜欢 然后我也很年假的时候 从头到尾把它看过 而且它非常的好读 每一张都有小小的故事 刚才凯宇讲的 真的只是里面的一小部分而已 然后一些 我想每个人在里面都会觉得 可能达到你的故事是不太一样的 今天凯宇分享了它的 那这本一如既往 我真的很推荐 如果你现在是年轻的孩子的话 提早知道原来人生 有些事情是会反复发生的 你会比较容易认得出来 但如果你现在有一点点历练了 那我觉得你读这本书会更有感 你就会发现你的人生 或者你看这个世界 真的会有很多东西一直在重复 一直在重复 找到那个重复的规则 或许你就会觉得人生是比较安定的 你会比较知道 下一步你可以怎么走 不会觉得好像每一次都是重新的开始 那这本书推荐给你 那最后呢就是 我在想人生刚才凯宇有讲嘛 什么是不变的 比如说我们需要成长 这件事情是一如既往的 你活到老就是要学到我老 但是我自己在 因为我自己也做教育的工作 我其实常常觉得人 你一生要学的事情没有非常多 不是所有的事情你都要很会 但是你需要回头去看你的生命里 有没有一个一如既往重复发生的坑 或是你一直 一直没有办法把它处理好的 那可能是直癌 那可能是关系 那可能是沟通表达 如果你有发现的时候 我真的非常鼓励你 花一点点时间 好好的面对这件事情 你不用真的很厉害 又多又急又好 你只需要适当的 会你该会的就可以了 那起点的平台上面 都有非常多的课程 我真的非常鼓励你 找一门适合你的 今年你希望好好的 把这一个事情去面对它 然后用你的速度 好好的去学习它 一如既往的去做一些改变 这就是希望最后给大家的 一点点的一些鼓励 好 那我们节目到这边 期待下个礼拜 继续推出更多更精彩的内容 拜拜 拜拜